好 我們今天的簡報到現在才給各位看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吧 來看看 那這個是一個Place的簡報 那麼我們剛剛呢 其實有稍微看到的就是 其實真的比較好的方式 最好就是回去先有預習 然後課場練習 回去再怎麼樣 課後複習嘛 對不對 這是我們夢寐以求的 哈哈哈哈 那其實以前我在做的話 我大部分就是 至少這兩個我可以做到 就是因為平常 其實我錄影的那個習慣 大概有可能七八年 應該以上有了 就上課都會錄影 那但是課前預期 這塊有時候一直蠻難的 因為通知同學 他也不見得的時候上去看 那通過OneNote是可以剛好補足 我這一塊的不足 那這個整個體系的上 看起來會比較OK一點 那麼了解這樣的概念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呢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有幾個 有幾個跟班人學習有關 那我想這個呢 各位如果你有興趣 你再等我們群組看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各位手上拿到的簡報有沒有 就這四張嘛 這四張 那我們先從這邊來看就好了 先從這裡 這個OneNote的 那你進來之後 其實我們剛才你有先分享過的 各位有沒有發現 你用OneNote的話 可以確實有比較方便 你要針對知識的 訂閱 學習 甚至背課 只有比較容易一點 好那 你在這邊呢 一個原則就是說 你一定要會先從他的知識的整理開始 假設你就是沒有準備自己的 也沒關係 至少你要先整理 欸我可以訂閱 好那你可以做這個比例 因為呢 我們現在網路上的這個資源太多了 好資源太多 那有些人其實整理了很多 整理很多 如果OneNote上剛好也有的話 其實會蠻適合 就是 把別人的直接引來用就好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這樣也不錯嘛 好 這是一個 那我們呢 再來看看 這個 那你建立自己的知識 或群組的話呢 你的教學啦 互動回饋就比較多 那麼如果說 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群組的概念 就好像我們的班級 好就好像班級 這樣的概念 那麼 你如果說 我的班級 不見得是全部都是自己的知識 可能也是來自於什麼 別人的 那不管怎麼樣 你就可以把這些 通通加入你自己的班級裡面來引用 好 當作所謂的任務 他的任務就是我們 你可以把它當作每一次上課的一個什麼 一個那個 就是要看的這些教材 好 這些教材 好 那我們呢 了解這幾個之後呢 我從這邊 先看一下這邊行不行 好 你看一下 如果你這個知識 我先這裡先離開 你先找找看 這個知識 好 假設這裡有一個 欸 漏市民 假設這個是 你想要加入你現在 班級裡面的 你除了說 訂閱是自己學習 訂閱是屬於自己學習 如果你想要把它交清楚 你看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 加到我的群組 有沒有 好 右手邊 也就是說你去看了別人的這個知識以後 你如果是採用訂閱的 是自己學習 但是你想要加到自己的班級裡面 你可以按這邊 好 那最下面這邊 那就會選擇 喔 你看要加到哪一個班級裡面 到時候呢 你在這些班級裡面 就可以引用它裡面的什麼 這些知識的內容 好 這些知識的內容 所以我說 你 剛開始使用OneNote的時候 最難的就是沒有知識 因為當你沒有整理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你用什麼東西來用 那班級經營就沒有東西 好 那你看喔 我們在這邊 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我們這邊群組 我現在進入群組之後 一樣有個建立 有沒有 左手邊這裡有個建立 按一下 好 這個是 好 一樣打完之後 請按一下鍵盤上的Enter 好 那 群組的話呢 班級 他可能就會需要一些其他工具 包括 您可以看到上面這裡有什麼 類似像最新消息 對不對 公布的訊息 那任務呢 就是我們主要做的 知識呢 指的就是 您能夠引用的來源 好 能夠引用來源 再來 上面還有什麼 成員 註冊的人 有哪些 那他們呢 他們的表現如何 對 對不對 沒有沒有相關的檔案 要分享 或者連結要分享的 還有一個教師工具 教師工具 那我這個呢 稍微跟老師說明一下 好 你看我們這個知識 你可以從這邊 直接選擇 欸 我有哪些知識 可以把它加到這裡面來 比如說你看我 這麼多 點進來 點進來 好 好 交進來 這些就有了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裡的話呢 預設 是不是都是鎖頭的 代表一件事情 你自己知道 你的知識來自哪裡就好了 學生 悶悶悶悶 哈哈 那如果你覺得說 啊沒關係 我就開放給同學 他也可以自我學習嘛 你就把這個打開 這個時候你可以在右手邊 他也叫側邊顯示 就右手邊他也可以知道說 欸你是從哪裡來的 有藍色就表示這是開放的 開放的 等於同學進到這個群組的時候 他也可以自己點過去做學習就對了 這樣你們了解意思了 所以這個是知識 那您看到這個任務的部分 因為我有了這些知識 所以我的任務就可以加進來了 您看喔 比如說這是第一週上課 好 我按下ENDER OK 這裡第一週上課了 那我就可以從這個 這個地方點一下 好 我就來選 有沒有發現這些內容就是 來自我的哪裡 這些內容 有沒有就來自這些知識的內容 這兩個是一樣的 一樣的 所以等於說我從這邊去引用 因為 比如說我今天要上的 像我平常上課 我都會有一個主菜 還會搭配一些小菜 好 有時候配個湯 哈哈哈哈 五菜一湯 哈哈 就是你可能有主菜 沒有錯 我這次要講怎麼主題 可是如果你整節那個 整節課都要講那個 他也會覺得怎麼樣 好像口味太重了 或者不見得很有興趣了 那我就會搭配一些其他的 包括你資訊的分享 也好 或一些工具的分享 那我就可以 比如說我在這邊 參考文章 這個柯南的 後製的 可能這種課程比較好關 我就關起來 把它加進來 把它加入 那這裡就兩個 那麼你還可以再去選 比如說我在影像櫥裡面的 這裡有兩個跟我今天要相關的 加進來 那麼同學呢 他在看的時候就可以把焦點 就聚焦在這邊 聚焦在這邊 雖然你收集來自四面八方 可是他看起來就是一樣的 對不對 這樣的話呢 你看我按OK 所以同學在上課的時候 他就看到這樣子 他就看到這樣 那他就可以直接透過這邊點過去 那就恢復到我們剛剛的那種概念了 就恢復到這個概念 就是他在做學習的 他是在所謂的群組裡面做學習 這樣您了解這個概念了嗎 好 那您看喔 剛剛這個是任務姿勢嘛 那麼如果您的姿勢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我們剛剛講的 欸我覺得我看到這個不錯 那我想要把它加入我 現在剛剛那個群組裡面 你不用訂閱沒關係 在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加入我的群組 欸雖然是別人的 我一樣可以把它加到這邊來用 加到這邊來用 你看點進來 好 這樣就加進來了 您看我在這裡 有一個中性高 高中的 欸就進來了 那我在任務這邊呢 我就可以去引用 來自 別人知識裡面的內容 好就可以引用別人知識的內容 這樣就應該還蠻不錯的吧 好 這個是像這樣 那麼 還有一個 我想老師應該也可以蠻好用的 就是這個 隨機抽人嘛 蛤 對啊 因為 因為我現在這裡面沒有嘛 我們拿別人 比如說這樣 欸 那我們就來這邊抽人 你就開始 看你是要抽幾個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樣就抽到他了 阿如果說他表現得不錯 你可以在這邊勾起來 跟他表現怎麼樣 欸 表現很不錯喔 這個點子很不錯 表現得很好喔 對不對 阿太混了 對不對 這個完整的 哈哈哈哈 欸 不只是國小可以幾點 高速大學可以幾點嘛 哈哈哈哈 如果表現一下 那你怎麼知道他的表現 整體表現如何 你可以到這個表現裡面 喔 那像成員裡面 你可以到他右手邊 有沒有 這裡有阿 你什麼時候給他 這裡有記錄下來阿 用這種方式應該比點名好一點嘛 哈哈哈哈 也是一個可以用的方法 那你就可以像這樣 那如果要收回來 就把它刪掉就好了 欸 那這個是 他有提供一個 這個叫教師工具 那麼 你看這個表現 表現這邊呢 你也可以自己設定 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增加 看他加分阿 還是減分的阿 那其實說真的 這些東西我都只做一次而已 為什麼 因為 我現在這裡有了對不對 我們剛剛不是有先建立一個群組嗎 這個 我只要複製過來就好了 表現 從其他群組加入 你知道 我就看我是哪一個阿 阿全部都要加入 阿有沒有全部都過來 阿有沒有全部都過來 那如果有相關的這些連結阿 或者檔案也一樣 阿我覺得這裡有要的全部加入 各位老師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凡事起頭難 只有第一個 你第一個在做的時候最難 因為什麼都沒有 可是當你有了之後 後面 要生出來就很快 就很快 其實跟我們現在數字學平常 概念有點像 我們那個教材也是這樣複製 一直複製過來 所以 你慢慢累積之後 你就發現 欸好快喔 因為我不需要太 做太多東西 我很快的 這些內容 比如說像這樣 我就很快就可以把它全部加進來了 這樣子的話 你每一個學習的開始 或者是說 你要做這個研習 有沒有發現 其實要開好 然後簡單設定一下 就可以開始用了 就可以開始用 所以這個是在群組的部分 那群組呢 預設是 沒有公開的 沒有公開的 那你有兩種方式公開給學生 一種就是用 這個 他會產生一個代碼 在右上角這裡 您看一下齁 在右上角這邊有沒有 也就是說 我怎麼知道到底我的群組有沒有公開 你可以看這裡 建立的群組 現在沒有顯示出來 我記得群組他會 會 有一個icon 在這邊不見了 我們預設的話 他都是不公開的齁 在 教師 在設定這邊 有沒有 這不是公開的 對不對 好這個 像這個群組是公開的 那所以別人 就沒有辦法 再發現這邊找到 那如果您回去之後 你想要找我們 今天的那個群組 你可以從這邊找 因為我的群組是有公開的 有沒有 這邊有公開的 所以你不用代碼 也可以從這邊加入 也可以從這裡加入齁 那今天呢 如果說 欸我覺得我的 想 不想完全公開 因為畢竟公開就會有一些干擾嘛 對不對齁 如果你不想別人 也突然加進來 那你就 用這個群組代碼的 這裡 他可以產這個代碼 有沒有 這樣可以產這個代碼 那麼 同學呢 就是在取得這個代碼之後 他在群組這邊 直接加入 然後把代碼 就打在這邊 按下鍵盤上 Enter 他就加入群組了 他就加入這個群組 那如果您怕說這個群組的代碼流出去的話 您可以怎麼樣 時間到了 就把這個清掉 或者重新產生一個 也就是 反正你有知道那代碼 時效已過 就不能再加入同一個群組 好 如果說您比較擔心這樣子的話 也可以用這個方式 這樣您大概了解了 所以這個是 呃 如果想要開放給 就是同學來加入的時候 可以像這樣 那 我現在上課的話 我大部分 第一節課 就是會跟 除了跟同學介紹 我的課程內容以外 那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 每個人開學 就是會跟他們講 翻轉教學區裡面 怎麼樣 加入我們的這個內 那個群組 好 加入這個群組裡面 這樣打算沒有問題 都沒有齁 那我順便分享一下好了 我在 這裡有一個協作平台 我不知道老師 平常填寫那個 學校的那個叫做 課程大綱 您都怎麼填 您都填得很清楚 還是填得很模糊 有的填得很模糊 我知道啊 就幾句話帶過 那我的是因為 我們都是以作品為主 所以可以比較 填得比較詳細 那我自己 因為我的都是 選修課比較多 所以 我會有一個 介紹我課程的 一個 協作平台 那比如說您看到 像在這邊 這個是 動態視覺的 那我就會 除了說 秀出我的課程大綱 對不對 好 課程大綱以外 那我們上課呢 會用做哪些範例 我也都把它放在上面 那同學 在看的時候 就一目了然 誒就知道說 誒我們做的 比如說像這個 像這個是國家 第一名那樣早期的 早期的那個low 它的那個片頭 就像這樣 對不對 誒我們就會像這樣 就是給同學去看一看說 誒到底我們上了這個課 他會學到哪些東西 學到哪些東西 他就可以很清楚說 誒從上學裡上到下學裡 大概上過哪些 上哪些內容 那 我這裡呢 也提供了就是 我們上課的那個影片的片段 就是給他們去看 知道 了解我們上課的方法 上課的方法 那3D的也是一樣 就是 除了這些 基本的 我們在學校裡面 標準的這種 課程大綱以外 就是 還會給他們看一下 我們做的這些範例 這樣 因或兩氣嘛 這樣 這樣 表示沒有欺騙他們 那學期末生 再檢視一下 看我多餘不少 這樣也是 一個方式之一 對不對 好 這個是 給老師再參考一下 其實 您能夠用的工具 真的非常多 方轉教學 只是 一個概念而已 您要用什麼工具 其實都滿沒有關係 對不對 重點是能夠改善 老師跟學生之間的這種 學習的氣氛 好 有機會讓他們 就是說 感覺要不一樣 因為其實說真的 現在 網路上的 這些教學的內容 能夠參考那種 實在是太多太多 老師最後應該只要做一件事情 因為 網路上那麼多教學 大師很多 對不對 所以 老師只要負責收集好 你要的內容 上課來就 我們要的是 跟同學彼此 互相討論 對不對 大家討論的機會 比較多 你看剛剛那個 那個 講者講得那麼好 或者說 那個主題 你覺得他講得怎麼樣 我們就可以 討論的機會會比較多 不然 我們 有時候 你要 交的領域很多 很難說你在每個領域 都是點尖的 而且要 現在進步那麼快 尤其你看像我們 資訊領域進步很快 自己都覺得 好可怕 就 覺得 好像自己的話跟不上了 那這個是 給老師 稍微分享一下的 那 我問一下老師這樣 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 連對 就是我們提到的 OneNote 還有我們學校的 數位學習平台 還有 就是這個 這個其實 我現在用的這個 叫做 邪作平台 這個呢 不管你有沒有申請 就是學校那個 代管信箱 只要是Gmail信箱 都有 他的網址在這邊 這個 放到這邊來 您看一下 這個其實也可以 作為各位老師 就是你在整理教材的一個工具 這叫做 協作平台 size.google.com 我放大一點 你後面比較 容易看得到 到這邊就好 到這裡 他的使用方式 雖然看起來好像在做網站 對不對 但是 都是用所謂的 線上編輯器 線上編輯器 完全 不用任何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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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整理教材上 其實也蠻方便的 也蠻方便 因為現在有一些 學校他們本身的這個 數位學平台 比較不是那麼完整 或者那麼健全的時候 有些學校 尤其國中小 有些人就用這個方式 當作是他的一個 教材整理的一個 一個那個網站 那這個呢 每一個協作平台 有100Mbps空間 你都會罵我 100Mbps還會介紹給我 不過你不要忘記了 它上面的100Mbps 只是一般的使用 就是包括附件的 但是呢 您可以搭配我們的雲端硬碟 我們雲端硬碟 現在是免費的 而且是完全沒有空間限制的 所以呢 您看到剛剛 像我們進到這邊來 進到這裡來 它可以隨時引用什麼 雲端硬碟的資料 比如說你看到 我上課的這些範例影片 有沒有發現這個影片 在這邊 我點開之後 是不是跳到另外一個地方 對不對 這些內容都來自哪裡 雲端硬碟 也就是你雲端硬碟 不是只能放一般的文 就所謂的文件檔案 影片圖檔都可以 那它在裡面呢 就可以直接變成這種 縮圖的方式呈現出來 那我編輯一下給您看 你看我從這邊 插入雲端硬碟 有沒有 我就看 你就看你要用哪一個 雲端硬碟的資料夾 你就告訴它 我點進來 你就選擇一個 你雲端硬碟 好 點到嗎 按選取 那我就告訴它 用格狀顯示 這裡有一個比較特殊 就格狀 一般是用清單 清單就像我們檔案一樣 有沒有 一個一列一列 那格狀顯示 就像您剛剛所看到的 它會產生縮圖 這樣的話 就比較不會覺得 好像都是在看文字 可是這個內容 就不在剛剛講的 100Mb的限制裡面 大概是像這樣子 所以這個 協作平台其實也是滿不錯的 滿不錯的 那 最後的話呢 我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我的那個 部落格 那這段我先到這邊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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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